歡迎收看林林 也播出一集 歡迎歡迎長知識顧健康 最近中藥行轉型的問題 鬧得很大 不過因為最近 也發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有民眾自己去買中藥 就買了中藥之後 發現花了好幾萬 然後其他專家 會跟他講說 你這個藥可能不值這個價格 所以我們就講說 現在中藥價格很混亂 是不是也是導致 目前中藥行的一些問題存在 我們今天就來請教一下 大家非常熟悉的 我們的無名之物中醫師 來問問看看 現在這個藥材 還有濃縮中藥 有人說現在這濃縮中藥 好像沒有中藥的水藥來的有效 好 這些問題 我們今天都一定來請教 醫師 您好 先生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開始就來看到這個婦人 她到底買什麼藥 花了那麼多錢 一起來看 價值六萬六千元的 就是這三盒中藥材 老夫人去醫院看醫生 卻在醫院外頭 被人兜售 買了這三盒中藥材 家屬氣得PO網 請大家小心 回到醫院旁民眾雖然說沒有遇到過 但也直說來路不明的藥不敢買 到底是什麼珍貴藥材 三盒藥價六萬六 詢問中藥房老闆仔細看照片 只說藥盒裡有當歸 肉桂 黃旗 紅棗 粉光 枸杞 杜仲 一旁還疑似有東蟲下草 但另外這兩盒也有人猜測 可能是金線蓮 老闆抓了相同的藥材擺了出來 強調這些都是一般的中藥 最多不會超過幾千塊 但是東蟲下草的價錢難以估算 過千塊的啦 過千塊的啦 藥材要過有些紅棗 我就知道有 其實我以前說 中藥材 不是說最好的啦 對啦 這樣啦 那肥也就是中藥材 其實我做過好一點 我沒辦法去看 我要比那個味道 看他的皮很薄 看到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也加強了 醫院附近周邊的巡邏 也去訪查 目前是初步回應是尚未發現 好 所以想要請教一下醫師 所以在中藥行 這個到底有沒有一個供定價 如果像剛剛這個問題 有人就說 那我搞不清楚 有人買六萬 有人說這個六千 就差那麼多 所以這個是現在目前的問題嗎 因為其實我們的中藥材 它真的是有分這個 就材料的這個高低格 所以是道地 上 中 下 光光人生 品質嘛 品質不一樣 那品質或者是說他的那個賣相 或者是比較大張 那個藥效 比如說光光人生 那個天地糧 那個天 就天價 我們醫生也很少用 我們就頂多用地 糧就可以了 那會搭配其他的中藥材 那基本上 那個還會跟什麼 病人 有的時候 那個有些病人你知道 他常常經濟能力很好 有的是阿公阿嬤 經濟能力很好 或是那個親屬 會常常會給一些錢 拿他去顧身體 所以你說像剛剛那六萬塊 也許有這個結石 就是他反正有錢 他就覺得身體要緊 那樣的 可是問題就是 有的時候 你用這些藥材 不一定能夠吸收 我們只要虛不受腹 你也要考慮 所以你要給醫生評斷 你到底可以 現在可以吃什麼 那吃下去 正在拉肚子 你想想看 他去醫院看診 一定是有其他症狀 比如說肝膽 那老人家了嘛 那或者心臟不行 那你就來吃什麼 那你會看到 他最貴的大概就是那個 冬蟲下草 可是冬蟲下草光光我們手指頭 這樣伸出來 就有十種 啊 這麼多種 對 就有十 就是他的那個 品質啦 他的品質大小 從這個小指頭的 然後這樣子 到最大最長的這個 價格可以差 價格可以 因為其實野生的 你可能 以這個 我們說的一兩來講 可能有的貴一點的話 可能好幾十萬 所以你自己去買的話 你根本無從判斷 沒有辦法判斷 之外 你有需要吃到這樣嗎 這個 他說你的體質 你可能脾胃功能都不好 你吃下去根本就是浪費 你的藥材 所以說這個部分 還有因為 他有上品中比下品的一個狀況 還有是不是要用到 所以這個診斷很重要 所以不是說 你什麼好藥材 通通拿下去吃下去 做什麼 就可以 甚至有時候 我們在診所的時候 看病人會說 他從頭到尾都 比如說 我常常頭痛 我常常感冒 我躍進來也會痛 我皮膚還會癢 你會發現從頭到尾 甚至他會說 我腳還有汗泡著 你會發現他從頭到尾什麼 都有狀況的時候 你總不能每個藥都給吧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要什麼 抓到你的主要的陣頭 重點 所以不要拔下去發現 你常常是腸胃都不大好 對不對 藥材腸胃的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很多中醫師 在治療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的治 不是說 你什麼藥材給他放下去 他就可以馬上好 但是 真的 你氣虛的時候 當然會用一些 比如說我們剛剛說的 什麼西洋森 或者是再加一點 天氣比較冷 容易手腳冰的時候 可能再用一點 這還是要專業來判斷 還是要判斷 你的病情 或症狀嚴重 不過第二個我們講到 這個有些人剛講說 好 那我不吃中藥材 現在可是很多中醫診所 都會開這種 叫做科學的中藥 那我們這個可能鏡頭看不清楚 這是粉末狀的 那這個是何手烏 何手烏 可是我去用這種水藥 用這個去煎 這種真的藥材 有人說這個比較沒有效 這到底是迷思還是真的 科學濃縮中藥 跟這種水藥比起來 藥效上面的差別 那科學中藥就是方便我們 就是譬如說去到遠地 出國很方便 那它在裡面它會用到 就是它一樣是叫煎 譬如說把這個 手烏的藥汁跟水 這樣給它煎好 煎好以後 但是藥水很難什麼 帶來帶去很不方便 所以它會把它濃縮 用低溫濃縮 但是低溫濃縮 這些藥水它附著在什麼 複形劑上面 什麼叫複形劑 複形劑就是 可能我們會給的是 那個馬鈴薯粉 或者是山藥粉 所以說你說像這種粉粉 澱粉 會加什麼 番薯粉 玉米粉 玉米粉 馬鈴薯粉 或者是山藥粉 這些的 那它這樣子噴射進去的時候 這個藥材會附在那上面 這個汁會附上 它就乾掉了 所以如果你的這個 我可以倒點出來 可以 所以你的澱粉呢 你的澱粉含量 如果比較高的時候 那這個 所以它就這樣 有沒有 細細的顆粒 所以你的澱粉 如果含量比較高的時候 它是不是本錢 這些藥就會稀釋 所以本錢就會比較低 所以它會覺得說 那假如說有些不肖廠商 它可能稀釋 麵粉 或者你剛剛說 這澱粉 肥了很多 所以你雖然吃了一堆藥 然後你會發現說 只要澱粉 對不對 那這個不一樣 我們中醫講說 這些就是 湯者當也 就是速度是快的 所以我們在有一些 比較銀燈雜症 或者是比較急症的時候 在人生給下去的時候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給原方的藥材 但是你如果沒有這麼重 也許用這個藥粉就可以 有 尤其是在脾胃不好的 你一定要讓它吃這個 它根本沒辦法吸收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就會慢慢用這個藥粉 那有的是用直接把它磨好的 但是也沒有澱粉 那科學中藥的部分 它就會有一些 我們剛剛說的 馬鈴薯粉 玉米粉 甚至於山藥粉 這些的 看它的這個就是結構上面 跟什麼東西放在一起 那所以它就會有層次上 可能有稀釋兩倍 或者是濃縮四倍這樣子 反過來是這樣 了解 但是它 比如說你就是要攜帶上面 比較方便 你不能帶水藥 帶藥材到處跑 攜帶上很方便 而且它比較不會生鉤 因為它乾燥 了解 所以說它其實也很好用 像我們那個感冒藥 有沒有 攜帶很方便 像我們有一些 像醫髮族 大家會有很多社團 什麼 什麼攝影協會 常常出去 就是帶這一種 有時候出去不小心吃東西 還要拉肚子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會讓它 那所以也沒有什麼叫做 水藥一定比它有效 其實還是要看醫師的判斷 給你多少濃度的藥 就是多少濃度之外 還要看你什麼需要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濃度 它在那裡 那就是要用這一種 我們湯藥會用進來 甚至於湯藥之外 還要加強某一部分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會發現吃進去 你就馬上什麼 感覺趕快講講講過 不一樣 所以它的成分跟它的藥效 就會決定它的價錢 了解 所以說也不能就是說 這個藥材 水藥一定就比較有效 然後這種科學中藥 就沒有它的價值 其實還是要請專業人士 幫你做判斷 好 提供您參考 以上是今天的 幽靈連夜報 全文獻給你 感謝收看 拜拜 拜拜